為什麼?因為台灣如果你農業來講 那個農業經濟不錯嘛 你這個土地人口沒有那麼多 還有台灣天氣很溫暖 你的農作物的生長季節比較長嘛 所以不只會說台灣的營養 那時候想說什麼 做一年我吃了三年 因為台灣大概南部 做一年我吃了三年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一個所謂 土耳吸力 吸引東南沿海、中國東南沿海的人民 所以你直接怎麼動 其實動不了 所以台灣提供了他們這些移民的一個新生的一個 存活的一個天地嘛 所以因此就冒著波濤的危險要來 但是我們看到那時候要移民來 要申請困難 申請過後也就能單身了 但是台中住不住了呢 最好偷渡 我們說到偷渡 新租民我們發現是穿著那時候偷渡 到現在還很小一樣 還有人捨集團 我們現在叫人捨集團 客頭 那時候叫客頭或者叫船頭 船頭 就是專門的 客人 偷渡的這種 就是現在的人捨集團 那也用買的 那種當然不是人民幣 那是清條的 那個銀員 銀員的銅錢 這樣來玩 買通了之後 買通了船頭 客頭 開始偷渡了 跟你說 哪一天的晚上 通常都晚上 你在哪一個樹林外面 有一艘小船等你 小船怎麼偷渡 不是喔 小船接著之後 出去外海有一艘大船等你 有時候起立說 喔 已經那麼多人在這裡 只要幾次都要偷渡 都要偷渡客 我甚至還看到一個資料 華雕馳你知道嗎 這些人手集團 清條的 把一艘船 偷渡的幾百人 是那種農客船 旁船 對 那種旁船 然後上面把 房子停下這樣 更多錢 這樣人家去檢查 檢查沒有 這樣可以在裡面 這種情形 我們在幾年前 我發現到 幾年前而已 海城有一艘 也是偷渡到台灣的這種船 一樣 完全模式 完全一樣 停到沒辦法 結果那時候 全部都蓋在裡面 這樣的一種Case 竟然在清朝 還是出現 還出現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這兩百多年 竟然 哇 竟然這個 道路人到台灣來的那種 模式 竟然很完全一樣 所以那個客頭 那個字 其實在清條路看過了 所以那時候 也有一些很具體的描寫 像你說 把那個人 都把錢在那邊 有時候甚至 船壞掉 就是陰性 那時候說是灌水 不是清朝的灌水 還是陰性 陰性之後就灌水 不然有時候說 還沒救援 就叫你下去 還沒辦法 上來就說 放水 其實是有時候是死期 有時候放水下去 不是到陸地的 是三周 現在裡面 現在裡面 不能走動 那叫做陰性 都有專業的名詞 都說是陰性 陰性 整個陰性 平准 起雞 起雞 很可憐 所以說 當初過台灣 心肝 過幾岸 對 所以這個移民的過程 實在是很痛苦的 移民來之後 來台灣嗎 台灣社會產生很多的 狀況會出現 然後再加上跟原住民的關係 我們會繼續來探討這個問題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繼續回來 收看 臺灣是旺春風 1874年 日本借口御風飄到恆春半島東岸的琉球人 遭原住民殺害 竟出兵攻打恆春 奔回牡丹社等部落 這就是史上有名的牡丹社事件 後來 日軍在銅谷庄設置了 大日本琉球翻明五十四名墓墓碑 從此以後 清廷開始修築恆春城池 那時恆春有四個城門 至今還屹立原地 足以見證恆春建成的一夜滄桑 也因為如此 一時之間 恆春半島的產經活動活落了起來 這是日治時代的恆春市接近 大陶座 那天 水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